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档节目中输给同一个对手三次 这样的例子别说在好声音这档节目中 就是在其他选秀节目中我也从未看到过 高瑞三次PK傅信尧三次接败 算得上是本季好声音第一大看点了 许多网友也对此充满了质疑 说节目组安排这样的剧本对高瑞公平吗 先说第一次吧 强威战的时候傅信尧挑战高瑞作为对手 这次高瑞输的不冤 比起傅信尧的经验高瑞确实是显得有些普通了 第二次战对赛 两个人再次PK 这次高瑞就输得相当冤了 论实力不输傅信尧 本来胜券在我接管的最后一排的评审 全部把票投给了傅信尧 让高瑞一票之差再次输给了傅信尧 多么戏剧的一幕 第三次 如果说第二次高瑞输得很冤 那么第三次简直就是奇冤了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高瑞就是炮灰啊 走走行事而已 根本就没有任何生机可言 看了节目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在礼剑战队已经进击了三个人的情况之下 高瑞的结局已经成了定局 因为节目组不可能会让礼剑战队晋级四个人 要知道一共才九个晋级名额 所以高瑞无论是遇上谁 都会毫无悬念的被淘汰 傅信尧选择高瑞显然是在玩弄心思 他并非只有高瑞一个选择 实际上还可以选择马兴怡 但马兴怡作为李荣浩战队的种子选手 傅信尧敢轻易的挑战他吗 不敢 只有挑战自己已经成了炮灰的高瑞 才能够稳超胜券 顺利的晋级到全国九强 傅信尧当然如愿了 在完成第三次击败高瑞的险要战绩之后 他顺利的晋级到全国九强了 其实不只是傅信尧 就连是马路也在玩心机 他也想PK高瑞 让高瑞成为他的垫脚石 助他进入到全国九强 马路的境遇我们都清楚 且不说他的唱功如何 但他一直坚持的暗黑系音乐风格就不讨喜 加之他人气低 所以他遇上谁几乎都没有胜算 但是唯独有一个人他能够赢 是的就是高瑞 轮到马路出场的时候 当时他的选择有很多 可以选择谢霆锋战队 那么他的对手就有可能是 曹阳 贾一腾 傅信尧 齐心中的一位 可以选择李荣浩战队 对手只能是马心仪 也可以选择李剑战队 那么对手就是单一纯和高瑞当中的一位了 其实之前呢 谢霆锋给李宇春已经商量好了 让马路去PK马心仪 下一轮轮到谢霆锋战队出战的时候 他就派出了傅信尧 然后用封印拳封掉了高瑞 这样的傅信尧就能够跟单一纯来一场强强对决 在谢霆锋看来 如果不尽早的把单一纯给PK下去 那么其他学员就只能够当陪衬了 虽然这样会大概率的牺牲掉傅信尧 但是值得一试 只不过关键时刻 马路却不乐意了 他发现自己并非没有一线生机 如果抽到的是李剑战队的高瑞的话 那不就能够稳赢了吗 不管单一纯先PK还是后PK 高瑞注定是炮灰 因为节目组不可能会牺牲单一纯而保留高瑞 所以马路临时决定变卦 他没有挑战马信尧 而是去赌那二分之一的机会 想要抽到高瑞 然而他的运气并不好 偏偏抽到了谢霆锋想要问顶的单一纯 这不仅是打乱了谢霆锋的计划 也让马路毫无悬念的被单一纯淘汰了 只能说好声音简直成了一部攻斗局 谢霆锋想要派傅信尧去算计单一纯 傅信尧和马路又都想要PK 已经成了炮灰的高瑞 高瑞可真是够惨的 另外本季好声音最惨的学员 我认为还有一个 那就是马迪娜 为什么呢 因为她连吃败仗 输了三场比赛 高瑞三次输给复兴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两岸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都是半斤八两的水平 不管是巧合 还是节目组故意安排 已经不重要 倒是马迪娜的三次PK 尤其是最后一次PK 把马森林让我一难平 看了节目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以马迪娜当晚的表现 怎么可能会输呢 她的演唱可以说是本季好声音 所有学员演唱的歌曲当中 水平最高的一首 看看台下导师 丽春和谢霆锋的表情就知道了 马迪娜唱完之后 可以清楚的看到 谢霆锋的眼睛已经泛着泪光了 试问谢霆锋战队里边 哪个学员能够让谢霆锋如此呢 没有 更有意思的是 马迪娜唱完之后呢 对手把马森林的主唱 李家豪还一个劲的给马迪娜鼓掌 小伙子果然还是太年轻了 要鼓掌你也要输敛一点 对你的对手这么认可 你赢了他好意思嘛 这些都只能够说明 马迪娜确实厉害 而他输到这场比赛呢 并非他实力不济 而是因为班马森林 是李永浩的关系户 早在班马森林盲选登场之后 观众他们质疑呢 就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李永浩竟然会舍弃赵子话 而晋级曼马森林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班马森林中的 贝斯手蔡思豪跟李永浩是熟人 是李永浩在另外一档节目中的学员 妥妥的关系户学员了 实际上班马森林 首次登场的时候还挺惊艳的 一口气演唱了三首原唱歌曲 而且非常符合他们个性 有朝气有活力 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我最近还记得他们演唱的听说 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 都上得了牌面 不可否认 李永浩之所以惊计他们 除了蔡新豪内存关系以外呢 班马森林自身的才华 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有一说的一样 班马森林就是典型的高开低走 首次登场拿出了三首不错的原创歌曲 后期居然全靠翻唱参赛 我不禁要问了 咋的呀 搁几个就三首原唱作品了 专门用来通过盲选的 这里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唱原唱的班马森林 顿时失去了光彩 没有了他们本身的个性 跟一般的学员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全靠导师李永浩一路力挺 要是放到其他战队的话 早就被淘汰了 照现在的形式来看 李永浩战队的陈梦涵 执掌是要被淘汰的 事实上已经淘汰了 只是说节目还没播出而已 那么最终接到总决赛的 就是班马森林了 相当于说班马森林 创下了好声音史上的一个记录 他们是第一支进入到总决赛的乐队 以往从未有过这样的心理 看来啊 李永浩知道今年无缘冠军导师 所以当班马森林出现之后 他就决定了要带班马森林进总决赛 或许是为了好玩 也或许是为了好看 也或者是为了试试谁 总之一切都是他的决定吧 如果说班马森林 后期还有什么机会 拿得出手的作品的话 那么观众就会彻底的失望了 毕竟比起班马森林 太多的许队员 是有资格进入到总决赛了 此外 沙云纯赛阳以第三名成绩 进入到总决赛 大家夺冠的希望很大 为什么呢 虽然这2020号 升全国九强学员诞生 网友们也都纷纷猜测 今年总冠军的奖辈 到底花落谁家 实际上全国五强学员 已经诞生了 只不过节目还没有播出而已 他们分别是 潘红 班马森林 沙云纯 宋宇宁 曹阳 一上来五强学员 夺冠击率是最小的 应该是班马森林 协不说 这个李文浩去年 就带出过冠军学员了 大家都知道 班马森林是靠关系 被李文浩一路力挺 进的总决赛 就来上一场了 班马森林跟马迪娜的PK来说吧 谁都听得出来 马迪娜奉献了本季 好声音演唱水平最高的一首歌曲 各位是经验全场 表现平平的班马森林 之所以能够战胜马迪娜 大家心知肚明啊 除了班马森林 另外的四强学员 都是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曹阳外形好 唱功好 一直是节目组重点照顾的对象 出镜次数最多 多次大比分的玩胜对手 只不过曹阳进入到 总决赛的成绩不太好 是五强学员中的最后一名 网传宋宇宁呢 已经跟灿星签约了 而且宋宇宁之前 还参加过好歌曲 也是灿星的选秀节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保不准总冠军就是宋宇宁 而以第一名成绩 进入到总决赛的潘红 现在已经成为了 独冠大人们 形象好 气质加唱功不足 再加他是非无止文化余产 采茶戏的传承人 这样的身份背景 显然是优势巨大 好声音未必不捧他 至于本季好声音人气 最高的学员单一纯 自盲选登场之后 就被网友们视为 是总冠军的最佳人选 单一纯一路所向披靡 未逢敌手 虽然在七经五的比赛当中 因为感冒发挥失场 导致他仅仅拿到了 第三名的成绩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多冠 不管怎么说 我个人认为 今年好声音总冠军 大概率会是善一纯 为什么呢 现在再说善一纯 唱功如何好 人气如何再高 长得如何 具有冠军项 这些都没意义 我们来聊点实际的 大家都知道 好声音从第一季举办到现在 已经是从当初的辉煌 开始走向了目落 尤其是最近的几季 口碑越来越差 收视率跟前景已经完全没发比 曾经的国民综艺 几乎是走到了挺大的边缘 为什么会这样呢 究其根本原因呢 就是因为好声音 一直存在的内幕说 似乎每一季总冠军 都不是大众心中的冠军 久而久之 大家对于好声音就失望了 而现在好不容易出现了 一个众望所贵的冠军人选 山一纯 如果今年好声音 不让山一纯夺冠 那么观众就会彻底失望了 只有让山一纯夺冠 满足广大观众的趋势 明年的好声音 才能够继续办下去 不仅如此 还能够挽回一些 之前流失的观众 不让山一纯夺冠 好声音就会成为 重视之地走到尽头 而让山一纯夺冠 好声音说不定 还有起死回生的功能 山一纯的出现呢 极有可能会成为 好声音的命运转折点 节目组会不仅仅的 抓住这一颗救命稻草吗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冰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